大天福地 仁為貴 順則吉係 空則貝 元泰祖 歡迎大家收聽第二節的元泰祖 繼續問阿林師傅 剛才我們先說起和合義 之前我們說過有些人不適合拜某些東西 或者不適合帶某些東西在身上 那和合義仙會不會拜錯呢 其實很少是拜錯 但有時犯了一些禁忌自己都不知道 例如我們早幾集都說過 人們很喜歡拿一個燒豬 湯斜雞去拜神 但其實你拜這些正神 特別是和合義仙這些 你不可以拿有肉的東西去拜 因為他不屬於母職的神 第二他本身是不試血的 而且本身是入了佛門 寒山寺的 你還拿一隻豬去拜祂 其實就很不尊重 反過來就是拜錯的 所以一般來說 拜和合義仙只是需要些齋菜 水果 鮮花 糕點 總之就不要用肉類 這是第一樣 第二因為和合義仙 你求得就是求圓 甚麼圓 圓就是和好伏圓的圓 破鏡蟲圓的圓 所以帶去拜的水果 有些東西是不能用的 第一不可以用橙 橙就是圓 但橙是慘 我們有說這些 橙是慘 所以不能用 第二不要用梨 因為梨就是梨 梨就分開 那羊土是不是也不行 不要用這種形狀的東西 沒有人用榴槤去拜神 因為不尊重 所以就不要用古靈精怪的 那有些甚麼是蹄子可以不可以 蘋果就對 蘋果不是圓形的 但蘋果是平的 音 你不要紋這些 蘋果是紅色 如果你們這樣說 就有很多原因 總之你和橙一定不行 你和橙一定不行 不要用這兩樣 那安靡蟲圓 是否都不可以先拜和合二仙 為甚麼 因為是橙 那就是橙 那就是慘 我們這一集 就會繼續講下去 對不起 我絕對不理這個人 而且如果你本身家 是安了和合二仙 就要每天放茶 每一天 三杯茶 好像人們拜神 平時拜神三杯茶 三對筷子 但是記得要每一天更換 即是不要 有些人懶惰 整個星期換一次 其實每一天都要更換 那是否不可以用酒 即是跟剛才說 不可以用肉的原理 是一樣的 不可以 如果我想加強效力 而你的地方又OK的話 即是夠位的話 如果有人不妨礙你 你可以用甚麼來拜 你可以用白盒 蓮子 花生 紅棗 這些甜的東西 或者我們說很意頭的東西 如果大家記得 我說過八四角 或者開張 都是用花生的 所以我們用這些東西之後 就去拜和合二仙 拜完之後怎樣呢 拿回那些貢品 你貢源那些 就回去煲糖水 或者煲湯吃了它 這樣就會有助 你的運勢 這個我認真想問一問 那有沒有貢品 要放在那裡貢多久才可以拿走 沒有所謂的 通常貢可能一支香 一支香二十多分鐘 二十三十分鐘公園 這樣就OK的 通常我們就會尊重些 你拜神點了香 讓一支香燒完才走 你不要動在那裡 一支香還沒燒完就走 一煮香的時間你都想不到 那怎樣保佑你呢 明白 所以 拜一支香的時間就足夠了 這是另一件事 之後還有就是說 譬如有些人 你說想求幫助的 求符的幫助的 和合二仙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不用用符的和合二仙 你不如直接請和合二仙 將回去打算 那這個將有沒有說 要用什麼物料去做呢 通常我們用陶瓷 陶瓷 用泥 用陶 我們多數用這些方法 就是泥公仔 經常說泥菩薩過綱 就是泥 其實所謂泥就是陶瓷 那類的東西去做 這些神像是會比較好的 不要用木做的 任何神像都不要用木做 為什麼呢 這個很原學的說法 就是因為木很容易被靈體寄進去 特別是有人養的神像 當然你說像印度教 你放一隻牛在那裡 它是未必有東西的 但和合二仙是人養 譬如關公和人養 你放在那裡 就很容易有些靈體寄進去 所以你明明是拜神變成鬼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那個物料是木 我們就不建議 最好就是實心 現在好像 我早前走過上海街 那裡有很多佛它好 直接出了一些用膠做的神像 可以嗎 可以的 但它又做到好像木 那樣的 很漂亮的 那些沒有問題 但就不可以用木 因為木是會寄進去 第二樣不可以用的物料 就是竹 我們一向很記竹 雖然竹很少會用來做神像 很難做 很難做 但有人用竹來做一些 類似的風水擺設 是甚麼呢 將竹切開一半 然後用條繩綁起來 變成一片像竹简 還有那些流水擺設 那些不要緊 那些就可以用竹了 那些就可以用竹 但如果你想一堆竹 你切開它 然後在上面畫畫寫字 都掛在那裡 都不太好 如果原本我的竹 那個竹是沒有切割的 就這樣一條竹圓形 那些就最好 不要拿回家 因為我們相信 在竹的中間空心的位置 會有其他靈體寄居在裡面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人說 就算在家裡玩玩玩具 玩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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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老人家就說 不可以幫工仔改名 對 不可以幫他改名 因為你改一改一改 就真的放進去 就會有東西認你的 有一個問題 我真的很實際 很想問的 那些 工仔 有時候是卡通人物 例如有一隻 龍主裡面 孫悟空的公仔 那我真的叫那隻 公仔叫孫悟空 這樣可以不可以呢 沒有問題 我來說說 那些公仔就是 好像 例如那些玩具 飯交叉成那些 那你見到 裡面有個 BB仔 推車仔玩的 那些 很像真人 那些 那些 我們見到會有些 心寒 好像真人那些 你幫那個東西去改名 可能你當作一個人去照 是很大機會 有些東西在裡面 還有那些龍豬 那些公仔 通常裡面都是 實心的 但那些樣子不是真的 好像一個人 那些做出來 如果那樣東西 做到那樣子 是很像一個人 或者你直接 你看著它 我經常講的 第一個感覺 你第一個感覺 你都覺得它應該 有靈性 你覺得那樣東西 再看下去 的時候 就不要去搞它 老實說 就真的不要買這些玩具 是否其實一些 可能養鬼仔的鋼頭師 都會用這些來計算 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 譬如你現在看到 那些人街邊 都可以買的 也是一些BB公仔 小時候 手掌大一點點 那些鋼頭師 或者巫師 就會用那些 來做一個寄居體 就給靈體的BB住進去 然後你養鬼仔 養古幻童 都是 古幻童是不會的 鬼仔就拿著那個公仔 擺在家裡養它 或者供它 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你看到那個東西 就是一個BB玩具 但其實它是一個 有靈體在這裡的 在體來的 我大概三個星期前 你講了一件事 我想起了 三個星期前 我坐地鐵 去深水埗 去長山環 途經太子的時候 有個叔叔 推著BB車 BB車上面 有五個英靈 哇 好恐怖 那時候幾點啊 是下午 下午 下午三點四點鐘 一架BB車 就擺了三四個 嬰兒的公仔 而這些肯定 我一看來 自己全部都是鬼仔 有些還在 跟著爸爸走街 因為全部的BB身上 都拿了佛牌 我爸爸很陰沉 很受傷 推著車 嚇到整個車的人都走開了 但是一個不認識的人 你都看到那些公仔 未必有感覺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公仔 是已經住了一堆靈體 那次我想拍攝 但我沒有拍到 因為覺得 免得招惹 那些不好的東西 因為那次真的 整個車都是 五、六、四個 一起上車 有大有小 綁著一輛車 有一個突然 直腳貼著地下走 所以那些真的不要去鬥他了 所以大家如果請神像的話 一定要請神像的質地 我們會說是用陶瓷做的 或者用金層 可能銅去做 最好銅、銅、金、泥去做是最好的 那當然請神回來一定要好好安放他 還有要做一個請神意識 請他入屋開光 還有我們灑靜幫他清潔 令到那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本身附了上面的東西 就離開 不會跟你回家 最後一個問題 那時候看電影 或者可能上網看 那些人驅鬼就會用圖木劍 那些人說圖木就僻邪 那如果那個公仔是用圖木來做呢 沒問題 那就可以了 圖木就不同 有些木是可以的 譬如羊柳木 我們那個柳枝也是驅的 譬如我自己信佛 那我們的佛經上面都會寫 用羊柳柳樹那個樹枝 去拍打一個人的身 念經的時候拍打他走去驅鬼 當然木材是有選的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人們會用圖木劍 不用普通木頭的原因 因為圖木本身有靈氣 可以將這些鬼神斬除 圖木劍也是一種很好用的風水用品 不過不可以亂擺 我們可以下一集說一說圖木劍怎麼用 好,謝謝林師傅 那有關剛才說的那些請神等等的儀式 那可能大家都自己找回師傅 特別可能可以找回林師傅 去請教怎樣做 那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以上的內容並非精密科學 信則有不信則無 下一集回來再跟大家 袁泰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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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